经理游戏 对啊 这个呢就是这个营地的特色活动 选一对男女呢分别戴上这个手环 只要能在24小时之内解开这个手环 那么就算挑战成功 我们所有的录营的费用就会全部免费 是不是很诱惑 解开 哎呀这靠蛮力呢是解不开的 你们把手靠在一起试试啊 这个游戏的规则呢就是 你们靠得越近 时间呢就会走得越快 只要在24小时之内 你们能够解开这个呢 就算任务完成 相反呢 如果你们距离越远超过了一米 那么这个手环就会发出 嗶嗶嗶嗶的警报声 那么时间不减反增 这个什么 心率啊 心率越快呢 那时间减快的速度也就会越快哦 设计这个游戏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要去准备晚上的BBQ了 能不能免单就要靠你们咯 加油 加油 想牵我的手啊 嗯 没有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 这样表盘上的时间就能掉得快一点 那也不一定 按照表盘原理 只要两人在一米范围内做适当运动 就算是不用身体接触 也能靠增加心率来减少时间 陈老师 你的意思是 跟上我 别掉队 陈老师 陈老师 你 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你是不是理解错了呀 来 再过了这么一会儿 就存在了这么多了 不是 怎么那么多了 陈老师 你等一下咱们打个商量好不好 什么商量 你看 也用这种姿势运动的 你们考虑一下吗 想让我背你 对 不过我是完全出于游戏的角度 不是想要接见你 你别想歪了 不会想歪的 你 对了 陈老师 我们做仰卧起座吧 好啊 为什么每次我们跟别人的姿势都不一样 为什么别人在沙滩上看夕阳 我却在做仰卧起座 前仙 你是故意的吗 还不错 还有不到二十小时 接下来再做几组运动 我们就 别碰我 你不穿鞋去哪儿 不用你管 我来海边是玩的 又不是来看人冷脸的 陈老师 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了 反正不用触碰也能减少时间的 咱俩还是保持基本距离 你生我气呢 没有 我就是觉得自己好蠢 干嘛答应季秋和你玩这个游戏 我本来以为可以和你做短距离 结果完全就是我一厢情愿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呢 还是理解错误 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 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那你跟我说说 你想什么呢 我想撩你 行不行 我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估计是被气疯了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不用管我了 我溺死在这里算了 我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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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